前副總統吳敦義接任國民黨主席前 勤跑基層 出席中華民國消防退休人員協會活動時 公開替消防人員報區 把矛頭指向民進黨政府的年金改革政策 給消防退休協會的補助款 只有28萬 要收 實在說 那如果一個政府不能信守國家的承諾 不能對於用生命來捍衛國家 保衛國家跟同胞的軍警消防人員 都不能夠給他一個比較安定 而有尊嚴的生活 這其實是不公道的 政府引發爭議的還有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總預算高達8800億元 武敦義批評債留子孫 而一同出席活動的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主張 撤回預算 回歸專業討論 切柏林當初紀錄片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在講台灣的美麗與哀愁 可是為什麼過了四年還在美麗與哀愁 所以我一直很誠懇地呼籲民進黨 把他撤回去 這沒有面子問題 把他撤回去 大家很專業地把他談清楚以後 再來談 我們應該要怎麼來編列這個預算 李鴻源向來被視為製水和防災專家 不過政務委員張景森相當不以為然 日前在臉書上公開質疑李鴻源 對原山子分紅道功能的看法 甚至用製水王子的封號和分紅道的P圖 酸了李鴻源一番 李鴻源則回應說 政府運作已經出現問題 大家談專業吧 講這些情緒的語言 其實沒什麼營養了 所以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的政治手伸太深了 影響到了我們事務官的一些 應該要有的一些行政作為 像是近來梅雨季引發水患 李鴻源表示 他擔任過政府官員 當然也有責任 但也期望朝野合作 以專業討論 取代無禮謾罵 共同找出解決方案